在6月6日,南华中学的25位学生协同三位老师踏上了去澳洲的旅途。 这次行程的目的是为了多了解澳洲的生态环境与环保之道。 第一站,我们来到了澳洲的一家可载生能源自信馆。 它采用积雪融化的水来产生电力。 在我身后的湖就是这水利工程的一部分。 它为澳洲东部与南部地区提供电力。 那些水也将用来灌溉价值300万的农作物。 我觉得水利工程的科技非常的先进,因为它是使用雪而化成水来制造电力。 我们今天来到了悉尼的一所二手货,循环货场。 这货场向商家收集不要的物品,然后让公众购买。 所以为什么你来到这里买清洁的食材? I think it's important to recycle, it's good for the environment, and if we don't recycle, then all of this stuff will be thrown away, and it's a waste. 现在我们来到了悉尼垃圾处理厂。 居民会亲自把垃圾带到这里分裂。 那些不能再循环的垃圾将会被埋在地底。 垃圾分解后所释放出的脚碗足够提供小镇所需的电量。 我们也参观了悉尼奥林匹克公园,它是一个自然遗产,拥有一个湿地生态系统。 我们来到了南悉尼高中,这是为了让我们多了解澳洲学生,学校的生活。 大家在这次的八天六夜的学习之旅中,不但学到了不少环境知识, 更是交到了很多外国朋友,真是获益不前。